HELLO 跳舞BUB 觀眾朋友大家好 打聲招呼吧 他不想講話沒關係 那這次的話我們三個人決定從零開始學習 由我們的導師阿摩老師 他先從硬耳 軟耳 桿子 總共會分為三級 你覺得如何呢 他說非常完美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家好我是HR測試員吳亦婷阿摩 我調80也超過10年的時間 那我目前的話最高的資歷是在FLW職業賽裡面 是拿一個國際冠軍是去年的事 那部分的話其實他就是一個國際賽 那我去過日本去過美國還有中國這些 打過很多很多的一些比賽 那從裡面呢學習到很多的一些知識 還有一些我們在網路上看不到的 像一些釣法釣阻還有環境配置這些 其實都是我們要因環境來去做一個改變 像是釣竿的釣性還有他的強度 跟他陸牙的負重還有他的陷徑上面 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跟我們釣竿的彈性 還有你後續會使用到你的整天釣下來的一個輕鬆度會有關係 還有你的釣阻搭配 其實釣陸牙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你一天兩天學不起來的 你們可以從這裡面學到相關知識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去融會貫通的話 其實你們學到的只是基本的知識 沒辦法去做一個實境的運用 所以呢我是讓你們帶大家進入這個領域 然後讓你們有專業 然後在比賽或說在實際上操作 你們可以有更深的一步 可以進階去釣到你們想要的魚 那今天你們拿到這個講義呢 對於你們來說 基本上在陸牙這方面的一個專業知識 你們可以大概有八成以上 有八成以上其他就是釣竹的綁扎 然後你們在像我們HR的話 最近西谷獵人系列會推出很多的東西 那你們可以發現 其實這東西在應用上面 是需要時間去琢磨的 我們從最開始的釣竿 然後到現在有線 有耳 然後之後還有旋轉亮片 還有鉤子 基本上是一套一系列 那這系列呢 我們可以做出我們自己 台灣 自己我們自己這邊需要的風格 以外我們可以推廣到全世界 我先各位講一下 我們的路亞來說的話 分成兩種屬性 一個叫做硬耳 一個叫做軟蟲 那硬耳來說的話呢 就是 硬的 它是一個鋼型 它不會受到外面的壓力 而變形的 我們可以稱為硬耳 那硬耳裡面呢 它的 它裡面 你看我寫的裡面 有一個三個 它有三個方向 前上下 什麼是前 就是硬耳的頭 它是往前行的 我們需要靠著我們的收 收的這個動作 那你的硬耳在回拉的時候 它會有動作 會有動作 所以硬耳它只可以往前 往它的方向 它的前面往前 然後往上 什麼是上 就是它會浮起來 那下 就是下沉 它只有這三個動作 這三個 當然左右它會往左右晃 但是左右晃 它幅度不寬 不寬 所以硬耳呢 它是這三個方向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屬性 它的屬性 有分為下面四種 下面四種 但是一般來說是只有三種 那最後一種DEEP 是它的一個 算是它的一個標示 就是說它是比較屬於深場 可以潛到比較深的地方 一公尺以上 兩公尺以上 我們都用DEEP來表示 懸耳的時候 那上面會有一些屬性標示 這個標示 F SP和S 這三種屬性的話 適合掉哪一些場地 哪一些環境區域 其實在台灣來說的話 目前來說就是 三種 三種魚種 一種就是 舌頭魚 古代 還是魚湖 那另外一種就是 鱸柯的 BUS 或是說像孔雀爐 就是 那個山間 或是珍珠石斑 這一類 然後另外第三種的話 就是捲仔 溪流的 溪流的 然後這三種的話 是淡水系的 那海水系的當然 更不用講這什麼石斑 其實反正是吃魚的都會用 那這四種 標示來說的話 以上三種 F SP S 這三種 是在於我們在調 環境的時候 所選擇的 我們先不講魚種 我們先講環境 你只要記得 F是浮水的 那F浮水的話 這種比較適合在 像我們今天釣這種 比較沒有什麼流的 比較沒有 它上面有風浪 OK 沒關係 但是我們水裡面 沒什麼流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用F的 F的 因為F來說的話 在障礙區的時候 可能裡面會有一些 枯木啊 或是說 大石頭 那它在撞擊到的時候 它因為有一個向上的浮力 向上的浮力 所以它 它把耳撞到之後 它會往上浮 那這個推力 會把它往結構外推 那你的耳 你的耳 就不容易殘到我們的 樹枝 或是石頭這一類的 一些硬結構 比較不容易去殘到 所以在這些 在這些物體 在這些障礙區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用F的 F的 那SP的話呢 就是懸浮 所謂懸浮 就是我的耳 落水之後 你在所有的過程中 它到一個泳層 到一個泳層 那這泳層 它停滯的時候 不動 它停滯在 你停滯不收的時候 它會不動 停滯在它的固定泳層 緩緩的浮起來 或是緩緩的下沉 那基本上它是沒有動作的 那這個我們可以稱為SP 那SP來說的話呢 我們比較適合像 魚 它的固定泳層 可能它在水下 可能一米兩米 那我們會用抽 用抽的方式 用抽 所謂的抽就是我竿子 線收緊之後 我會 頓點 頓點 那我的耳 就會往前 頓一下 頓一下 那就很像魚受驚嚇 或是說它快平死的狀態 會往前抽一下 抽一下 那有時候對於鱸魚 或是說一些比較 活性比較低的時候 比較不動的時候 那這種方式來說的話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針對是掉BUS的部分 SP是針對掉BUS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S S的話就是沉水 就是我耳落水之後 在不動的情況下 它會往下沉 往下沉 那往下沉的時候呢 因為它重心比較重 它的重量比較重 那它的比重會大於水 所以它沒有浮力 它往下沉 那往下沉的時候 它的浮力沒有上推 所以我的水 我的水 我的環境 在有流的時候 所謂的有流 就是我水面上可能是平治的 但是如果你們有釣過海水的話 你們會知道下面有一個流 有一個洋流 不管是 不管是淡水或是海水都一樣 你可能淡水的話 我水庫大的時候也是會有那個流 還有在溪流的時候會有一個流 那這個流的時候 你有流的時候 就是要用這種沉水的 S的 因為S的話你的耳下去之後 它不會浮起來 那你不會浮起來的時候 你上面有浪 或是有流在飄的時候 你的耳的穩定性 穩定性 會遠過於F和SP這兩種屬性 會比這兩種屬性來的好 所以這個屬性標示的話 你們在使用上面 在做調的時候 我們先看環境 然後再來選擇我們的用耳 選擇我們的屬性 海邊有流 有浪 所以 我們可以跟他推薦是S的 但是S的有個問題 就是你要一直搜 你不搜的時候它會往下沉 但是你搜的時候它會有舌板 那你在搜到一個固定速率的時候 它會穩定在它的泳汁 會在它的泳沉 固定的泳沉 所以它有舌板 但是你不搜的時候 往下沉 那往下沉的時候 有時候針對我們的海水魚來說的話 像石斑那些比較底漆的 效果會比較好 可是你有個問題是 你要不停的抽 不停的收 不然它會往下沉 比較容易去掛到 掛到底下的一些障礙 好 那這是屬性 屬性 屬性 屬性部分你們OK嗎 F、SP和S 這三個屬性 它的標示就是我剛剛 旁邊有寫它的英文 這是它的開頭 稀古獵人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Mino 它的屬性就是S的 那這大小的話呢 它前面有一個叫55S S的話就是屬性 那55的話就是它的長度 它的長度 那這款是屬於Mino 那這款來說的話呢 它不管它的尺寸 在釣海水淡水 淡水來說的話 釣BUS 釣旋載都非常的適用 那如果釣海水的話 以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的沿海地帶來說的話 釣石斑 釣石斑還是釣OK 這個尺寸 也是非常的合適 而且主要是它S的話 它好拋 因為如果說 你看到有些尺寸 用到4公分 3公分那個 說真的那個耳 你要跑你根本跑不出去 因為你海邊可能有風浪 所以我們的重量重一點 那這種尺寸來說的話 你OK 20公分都會咬 那石斑來說更不用講 如果你們有用過正耳 在釣石斑的話 你可能拿到那個白蝦 那些都超過你的手指頭 比你手都還粗 結果釣起來只有10公分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把硬耳 當作是硬的 在魚的觀念裡面 它是軟的 它是軟的東西 它是可以吃進去的 它不會覺得說這是硬的 就說你拿了一個 20公分的硬耳 去釣 可能會釣到20公分的魚 因為在他們魚的想法裡面 它是一隻軟的 它是可以吃進去的 那我們把它歸類到硬耳裡面的時候 那是我們自己的認知 所以要用魚的想法去想這東西 而不是用我們認知去覺得這東西 到底有沒有用 OK 那這個是Mino 這個是S屬性的 S屬性的 好 那前面的話屬性分類OK了 再來又是我們硬耳的樣式 樣式分類的話 就是有這一些 以下這些是大致上的一個分類 在硬耳的部分 來我們第一個 Crink Crink來說的話 它的身形是比較像什麼 像我們西谷獵人這一系列 那50是它的長度 SR 這個不是屬性 它只是它的分類而已 只是它這個系列出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分類 可能就是它一開始定義的它的一個 所以後面那個SR 不是它的屬性 那50是它的長度 那這個尺寸 這個外觀 這個外觀 我們都會統稱它叫做Crink 然後我們可以成為小胖 或是胖胖魚 它有很多的名稱 但是以英文來說叫Crink 那它的怎麼分呢 我們不看它的舌板 我們看它的身形 如果你看到身形是這種比較肥的 比較肥的 肥短或是肥長 只要它的 它的身體的斷面 比較橢圓 比較圓 先就算我的舌板是4公分 可是我的耳3公分 但是是圓的 圓的我們都可以稱為Crink 所以你們如果在 屬在那個耳上面的分類 你們看到它的樣式的時候 你可以決定說 這個耳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一個名稱 那這個呢 這個屬於Crink 這屬於Crink 那像這種 比較圓的 這個也是Crink 這是Crink 那像這一種呢 不遠 然後也不長 像這種來說的話 也可以把它稱為Crink 但是以它的身形來說的話 它又像Mino 所以這種定義來說的話 變成就是比較模糊 比較模糊 這比較模糊 所以這個你可以說 Crink也可以說是Mino OK 好 再來第二種就是Mino Mino的話就是魚形 那我們常常聽到Mino Mino 那你把它寫中 就稱為米諾 就是我們自己把它翻譯 直接分類過去 那Mino的樣式呢 像這一種 側身看起來 它是比較細長 比較細長 跟Crink看起來 Crink比較肥圓 對不對 但是你側面來說的話 Crink比較寬 比較寬 那這種是比較扁的 比較扁的 那你把它側面來看的話 側面 一個是比較扁 一個是比較圓的 所以比較扁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稱它為Mino 這種我們可以稱為Mino 因為它比較扁身 然後Crink是比較圓 比較圓形的 比較圓 所以剛剛上面Crink跟Mino 那這種 這種樣式來說的話 它介於這個之間 所以你要把它定位為Crink 或是Mino 這個也可以 這個都可以 這個沒有一定 但是以樣式來說的話 如果它真的是很肥 那個Crink 如果它是比較細長的 我們就成為Mino 好 那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VIP VIP來說的話 就是不管它今天它的樣式是 長的扁的圓的 還是什麼蛙蛙形狀 它的Core的位置 Core線的位置在它的背部 在它的頭部上面 在它頭部上面 不管它有沒有舌板 或是說它是一個金屬 或是說它是什麼樣的樣式 材質 只要它的Core的位置 它像一隻魚一樣 那Core的位置在它的背部 在它的頭上 上方 旗的位置 那我們這個都可以稱為 它最後VIP Mavulation 那它直接翻譯就是 震動 因為它會一直震動 收的時候會一直震動 那目前來說的話 它有F屬性的 就只有 Megabus 還有 Imakazu 這兩個品牌 它有出F屬性的 那其他的基本上 都是S 都是S Mavulation基本上都是S 那全世界的Mavulation來說的話 它的尺寸大小是從 4到7公分之間 4到7 那 Jakaru來說它有8公分 然後Imakazu來說它有 9公分 那Megabus一般都是5到6公分比較多 那 西谷獵人之後也會出一款 那個最後我等一下 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就不入鏡了 因為那個 還沒上市 好 那這是Mavulation的樣式 OK 來 再來就是 那個 建水草鬧型的 那 建水草鬧型的話 它這一種來說的話 因為我這邊比較 我看一下有沒有帶到那一隻 這種的話 它可以叫什麼 你們知道最近不是有出 那個Megabus架構都有出一款 它有那個翅膀的有沒有 有鐵翅膀的 它的魚 趴心耳 對趴心耳 趴心耳 就是說我們的 耳然後旁邊有翅膀 兩片翅膀張開 那它在有的時候 它是這樣左右擺動 它是用那種擺動的方式 去吸引那個水 去吸引魚的注意 那就很像什麼 它很像那種小老鼠 或小青蛙在水面上 踢一下 然後不會動 然後飄過去這樣 它用那種方式去吸引魚的注意 那那種樣子來說的話 目前來說就是 我們台灣有賣的 就是JAKARU 還有IID 那款比較少 那個好像很多門是沒有進 還有Megabus 然後國外比較出名 就是銀鵝喀茲啊 這一類的 那是趴心耳 那一般來說現在台灣來釣的話 他們是釣 鯉魚比較多 釣鯉魚 那也可以釣BUS 那這種耳來說的話 目前我們台灣在使用 就是釣鯉魚 或是BUS比較多 好 在這POPPA POPPA的話 它是以它的聲音 去做一個 命名 POPPA的話 就是它的 它的嘴巴 嘴巴是一個開口 不是尖的 是一個平的開口 凹進去的 凹進去的 一般來說都是凹進去的 如果它是平的那種 我們就不稱它為POPPA 因為它 抽的時候 水面上沒有泡泡 沒有那個聲音 所以嘴巴凹進去的 嘴巴凹進去的 我們都稱它為POPPA 它的動作 以它的動作 去命名這個 那樣式來說 它嘴巴是凹進去的 嘴巴凹進去的 如果今天你看到 我們這個PENCLE來說的話 它嘴巴是平的 是尖的 它沒有凹進去的話 它的動作 就沒有那個POPPOP 那個聲音 那我們就不能稱它為POPPA 那POPPA來說 就是它的嘴巴 以它嘴巴去分類 好 那再來就是 鉛筆 PENCLE PENCLE就是 像這樣子 它怎麼稱呢 它像一支筆一樣 像一支筆 尾巴是尖的 那頭是比較粗 那就像一支 我們在寫字的筆一樣 所以它用這個樣式把它稱為做PENCLE 那這款西古典的PENCLE 我們賣得非常好 那這個尺寸呢 是85mm 就是8.5公分 那這個大小呢 是我在長時間 在吊吸裡面 在吊捲載的時候 去選出來的一個大小 因為如果說你用6或7公分 可以掉可以用 但是在使用上面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水流比較急 所以你用比較小的耳的時候 其實在對於捲載來說 它的辨識度比較不好 不容易鎖定的目標啦 所以我把它設定的時候 設定8.5公分 那9公分可不可以 就或10 或9.5都可以 但是對我們來說又比較大 因為太大的話 變成說我們的捲載 它有時候在吃的時候 你的鉤子 你的鉤子 太小的時候 或是說它的配 配比上面來說的話 比較不適合 比較容易 miss掉 所以8.5公分或8公分 會比較合適 那這是我們目前 西谷獵人裡面 這款Pencil 目前是掉捲 我是認為說覺得還不錯的 然後它的角度比較特別 它落水之後是比較垂直的 比較垂直 不會說是平的這樣 那為什麼比較垂直呢 因為你在落水之後 你的吃水角度比較多 比較重的時候 那我們水不是有水流嗎 我們掉溪流的時候 不是捲載都會有水流 那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的速度要快 在快的時候你的耳 你的Pencil 比較不容易亂偏 如果今天你的Pencil 出去的時候 你是往這邊橫移的時候 因為你的Pencil 出去的時候 如果說我是比較平的 那我在吃 在吃我的角度的時候 你一往前推的時候 它往前的滑行角度 會比較大 那比較大的時候 剛好你的水 你在抽的時候 是跑立志行對不對 但是如果水 從側邊來的時候 你說我的 這個水是往這邊流 那我要往這邊 拉的時候 那我往這個角度 一抽的時候 因為它的吃水面比較多 那你一抽的時候 水一流一帶 它的耳就容易偏到另外一邊 反而沒辦法整個吃過去 那你在抽另外一邊的時候 它帶的速度又更大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 你的線 很容易就這樣去纏到 很容易纏到 所以今天西谷獵人 它這款鉛筆的話 吃水比較多 所以你在動作的時候 它的角度 不會整個滑過去 不會整個滑過去 那它只會用點的 所以在點的過程中 我的線 跟我的鉤子 就不容易纏線 不容易纏線 所以它的角度 設計 是在這個水流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在平常 像我們等下星天釣的時候 水流很急的時候 有一些 風浪的時候 用這個效果也不錯 你可以一直抽到 比較不容易纏到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在掉 平常的時候 沒有什麼風的時候 那它角度會比較 比較垂直 那你收的動作就要大一點 它才有辦法 往前面推 推遠一點的一個角度 這是取決於你的一個 超耳動作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 用我們的技巧去克服 但是在一般來說 因為你調捲的時候 有水流 那水流很急的時候有一些 可能吸手或是說我們的超耳的 速度上面動作上面沒那麼協調的時候 吃水角度有助於你的耳不容易殘線 而且它的重型很漂亮 所以在拋的時候我們耳不容易旋轉 那弱點的話就容易打到我們的標點 這是西服戀人的pencil 好再來就是魚雷 那魚雷的話呢 魚雷的這種樣式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在門市 比較少看到 基本上是沒有啦 基本上是很少 它魚雷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耳上面有一個螺旋槳 有一個螺旋槳 耳上面有一個螺旋槳 就像魚雷 魚雷它在出去的時候後面不是一個大砲 然後後面不是會有一個那個 魚片嗎 我們稱為像我們射箭一樣 箭的後面會有魚片 那魚片是要導正它的一個彈道 但是我們這個不是要修正彈道用的 我們這個後面的這個佩拉 這個佩拉 螺旋槳 是在製造水花 製造聲音的用的 所以魚雷這個樣式的硬耳 很少 非常少 目前來說幾乎有些品牌都會做 但是它賣的不是很好 因為魚雷這個樣式選擇的人不多 它只會是靠它的水中抽中的時候 會有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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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這個聲音而已 但這聲音它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所以有些人在操作上面 它會覺得這個對於吸引力不大 看能怎麼使用 但是魚雷誰說的話 就是後面有配拉 有一個螺旋槳 前後都有 或說前面也有 只要它的耳上面有一個配拉 然後它是水錶或是水底都沒關係 只要它有一個配拉 有一個螺旋槳 一個葉片 這個我們都可以通稱它為魚雷 魚雷型的 這就是兩片Spoon Spoon來說的話呢很簡單 一片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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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長得像什麼 它就是像一個湯匙一樣 我們湯匙不是內夭嗎 湯匙是內夭對不對 湯匙內夭 那這個我們可以稱為Spoon 但是如果今天它是平的咧 平的 平的話也可以稱為Spoon 因為它的樣子 但是如果它今天是細的咧 細的話它就不像Spoon了對不對 那個就可以說什麼是什麼Jiggin 就是一個細細長長的 那個分類比較特別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釣淡水來說的話 我們都是用這種Spoon 就是用這種湯匙型的比較多 那這種湯匙呢 西谷獵人的 它的大小 是比較像我們西裡面的 那一類 或是說小鯉魚啊 這一類大概只有三公分小鯉魚 那這一類這種大小來說的話 是最適合 最適合 我們目前來說 我們台灣的一些路亞魚種 古代啦 或是說什麼珍珠石斑啦 霸石啦 捲載啦 這個大小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如果說你把它做小的時候 那我今天我要釣 我要拋 我需要重一點 會怎麼樣 你太小的話它只能加厚嘛 那焦耳情況下 它就會整個厚度跑出來 它就很奇怪了 它就沒辦法去擺動 所以它的大小 大小 決定在說它的擺動的一個效果 那今天我們這一款來說的話 它水裡面它的擺動是會比較寬的 比較寬的 那有一些 像日本他們很多小Spoon在釣尊魚的 它的樣式非常多 有些是會直接擺動 會一直旋轉 那我們在釣Spoon的時候呢 像我們這種西古獵人Spoon的話 我建議啊 八字緩的別針 但是那個八字緩的別針呢 不要太大 為什麼 因為Spoon出去的時候 它在水裡面收到流 擾亂的時候 它會一直旋轉 會一直旋轉 那旋轉的過程中呢 它會帶動你的線 你的線會跟著旋轉 那旋轉的時候會有什麼問題 今天你用PE線還好 但是今天如果你用的是 碳纖線 零龍線 那你在旋轉的過程中 你的線是不是會一直被擰 擰得很緊對不對 今天PE線也是 你會被擰緊的時候 就像你毛巾把它擰緊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它的線跡會變得越來越細 然後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的時候 我們線在瞬間拉底子就容易斷 所以我們會建議它 如果今天你在挑Spoon的時候 你的客人在挑Spoon 你看到說 你要用Spoon喔 那你要不要 用一個八字環的疊針 束扣 或是說八字環直接把它 扣在它上面的這個環上面 然後再綁線 這樣子呢 在使用上面 第一個發揮我們Spoon的 一個旋轉的效果 第二個 在使用旋轉的時候 比較不會影響到我們線 跟著旋轉 那對我們的線的壽命 使用壽命來說 會可以延長 然後你們可以多賣一樣東西 好 OK 所以Spoon上面呢 你們可以在推薦客人 就是多一個 多一個外加的八字環 那這八字環呢 不要太大 小一點 以我們的Spoon的大小來說的話 它的八字環比較適合 像我們八號啊 或是六號這些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們 用到什麼四號 那太大了 那個如果重量太重的話 影響到我們耳 我們耳的動作 影響到我們Spoon的動作 所以今天如果說 今天你的客人在使用硬耳的時候也是 上面那個環 上面那個環 我們叫做路亞環 就是我們的別針 別針的話也不要太大 然後盡量不要外加什麼八字環那一些 Spoon可以 但是其他耳就不要 因為那個重量會影響到你的耳的一個動作 齁 耳的動作 OK 那這個是西谷戀人的Spoon 好這就是巴掌 巴掌的話呢 他是用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 跟POPPA一樣用他的聲音去命名的 那巴掌的話 還貴在硬耳裡面 因為他是屬於整體結構是硬的 那巴掌來說的話 在台灣實用的人不多 因為 大家對他怎麼樣 沒信心 為什麼沒信心 因為 這個東西是在水面上跑的 你這個水面下跑的時候 其實這個動作 這個東西他的效果沒有很好 它是靠到聲音 在水面跑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聲音 今天我沒有這個外部的時候 只有這個葉片 在水面跑的時候 會有那個 跟我們剛剛講的魚雷一樣 會叭叭叭叭叭一個聲音 那這個聲音 就是命名他的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造型的一個名稱 就是巴掌 那這種東西呢 他是像什麼 你們看過 魚在水面上被追有沒有 被追的時候 不是有很多聲音嗎 尤其是海邊的時候 他就是模仿那一群魚被追的那個聲音 所以他藉此這個去吸引 鱸魚的注意 那這巴掌來說呢 我在釣捲仔 也是有效果 但是我覺得一般般 那他在釣鱸魚的時候 效果特別好 可是他有環境的限制啊 今天我們這種場地 適不適合這個 他能夠用的就是岸邊 或是說我們的風尾處 那地方有一個比較平耐的地方 因為 這個 他是靠聲音 然後鱸魚躲在下面 躲在一些結構下面 那這種來說的話 一般就是釣岸邊 岸邊的大石頭 或是說旁邊有一些什麼枯木啊 樹枝啊 那一類的 然後我們就閃過下面的結構 然後在水面上跑 像小魚被追的聲音 尤其像什麼水草 在一些水草場的時候 會去用到這個 那這種環境在台灣不多 不多 可是你去日本啊 去美國這種環境就很多 所以這種來說的話 在國外賣得非常好 那在台灣來說的話 就是只有在管理場 他們可能就是玩這個玩好玩的 就覺得說 隨便上跑的時候被追很爽 看那個感覺而已 那有些人很喜歡這個 像最近我在拍一些 我影片還沒拍 但是我在拍放一些相片 放一些圖在宣傳的時候 就會有人在問 或許你們是有人問到說 有沒有在賣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在台灣不多 然後外面有的 其他的小賣店有 但是他賣了一隻一百塊 那個說實在的聲音不好 而且動作不好 然後上面的鋼骨很容易開掉 很容易開掉 所以這個的話 目前如果你們採購的話 就夾卡路 夾卡路的還不錯 而且那個骨頭 前面這個 這個有加粗 有加粗 所以如果你們採購的話 夾卡路的還不錯 OK 那這就是巴雜 巴雜的樣式 好再來就是 Spinabite Spin的話就是 複合式的 複合式的 來這就是複合式亮片 它跟巴雜一樣是一個骨頭 但是它只是把上面這個換成葉片 那這個的由來也是從 國外那邊 引進過來的 那你覺得這是模仿什麼 看不出來 其實這東西 它還是模仿一群小魚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 但是它不知道它的由來是什麼 它是模仿一群小魚 你的葉片在散 在擺動的時候很像一群小魚 密密麻麻在那邊閃過去 那以魚的 獵食魚種的 獵食行為 如果你們有看Decoubri 還是看動物星球 那你們看到那個 海豚 還是說鯊魚 或是說一些 獵食性魚種 尤其像那個牛港生那一類的 他們在獵食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是不是把魚摳在一群 然後都會在下面對不對 所以 今天這隻 Spinabite 它的鉤子在下方 就是魚它會攻擊 最下方的那一隻魚 因為它在這個族群裡面 它最容易被鎖定 所以它的耳 它的鉤子會坐在下面 而且這穩定性也很好 它是模仿一群小魚 那這個上面的葉片呢 就是模仿它的一個 一群小魚的一個 一個動作 一個閃閃亮的東西過去 那它的葉片呢 它的葉片 有圓的 有這種扁的 有圓的有扁的 那這種葉片來說的話呢 完全取決於我們釣手本身 看你什麼環境 然後怎麼使用 然後我們這個 前面的這個頭多重 其實這個釣場是全 全釣場都可以使用 不管今天你有沒有障礙 它的迴避率很好 它不容易掛底 不容易刮到東西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不能在雜草區 因為它會一直旋轉 它會產到水草 但是今天你在一些結構 硬結構 石頭啦 木頭啦 或說像今天這種恐慌結構 恐慌處效果都很好用 都不錯 OK 這叫做Spinabe 複合式亮片 那你們採購的話 目前我覺得 通用的就是OSP 還有JAKARU 那JAKARU 它的這個骨幹 骨幹這個鋼絲 它有加粗 比較強 那OSP的效果很好 但是 大概幾隻就會歪了 但是效果還不錯 所以你們可以取捨 就是可以叫一些在門市 那在使用上面的話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釣狗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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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BUS 都很好用 尤其釣狗呆 落水之後 你只要平收就好了 然後在障礙旁邊平收 狗呆很會吃這個 如果你們有去南部 或是北部的時候 有狗呆藏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邊拉背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好 那就是蛙型 Hawk 蛙型 那蛙型的話呢 我把它歸雷再硬了 因為它也算是軟蟲的一種 但是它軟的話 它是另外一種軟蟲的樣式 那這個是蛙型的 蛙型來說的話 就是釣狗呆 釣BUS都好用 那主要它的樣式就像這樣 一隻青蛙 一隻青蛙 那這種的話 你們在門司賣的話 應該是有特定的人在使用 就是可能就釣 釣袋會比較多人用 因為它比較適合釣那種 水面上的 然後釣一些障礙區 那狗呆來說會比較適用 可是一般他們不會去買到BUS用的 因為BUS用的很貴 而且又比較容易破 那釣BUS來說的話 它的膠會比較軟 命中率比較高 比較高 好 那這次以上是硬耳的分類型式 好 那我們休息休息一下好了 小規規 你學的如何 今天的硬耳學的很棒吧 還有軟耳 不要忘記了 讓我們再看下去 有了有了 中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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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魚 中魚了中魚了中魚 中魚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